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健康成为我们最关注的话题。 什么才是健康的食品? 生活中如何预防身体的疾病? 这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人民健康网推出金台养生员栏目,为您盘点最养生的生活方式,带您走进健康原地。 长寿无极六个原则。 一两好的心态。 良好的心态分为三个层次。 第一,自强不息。 整日无所事事,吃喝等死,那不是良好心态。 按照年龄段,该做什么做什么,这才是良好心态。 年轻人学习,青年人工作锻炼,中年人要有担当,老年人以老友所养,老友所学,老友所乐, 老友所教为己任,以健康为己任,不给家庭,党和社会添麻烦。 第二,与人为善,物以善小而不为。 第三,知足常乐,有感恩之心。 第四,心安理得。 做任何事情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能睡得着觉。 二,优质的睡眠。 人一生一三左右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,因此,正确的睡眠非常重要。 其一,要避风。 床不要挨进门窗,一定要在角落里面。 古代皇帝的卧室都很小,其主要目的也是避风。 其二,要概度。 位于腹部的神阙学,官员学是人体要学,是人体精气聚集,七夕之地。 其三,要睡子午觉。 子,至子时,夜间十一点至一点,五,至午时,白天十一至一点。 古人认为,这个时间是阴阳盛衰之时,人应该入境,以适应自然界的这个变化。 尤其是子时入境,更为重要,所以熬夜对身体损害较大。 其四,避免久握伤气。 人长时间握床,老躺着不动,会导致精神昏沉,维米不振,引起气的散乱,得不到凝聚,久之则气散,无力化神,则人的精神更是维米不振,神疲乏力,形成恶性循环。 三,每天大便。 一个人的大便可以自主,正常,预防和治疗其他健康问题往往是半功倍。 每日午期时是大肠经当令,有力排泄。 大便前先磨附,提纲,对排便有益。 四,合理饮食。 做到五个一点,少一点,暖一点,淡一点,素一点,早一点。 晚餐最好在八点前吃,要多喝粥,戒烟现酒,喝温开水,记冷饮。 五,主动活动。 只有主动活动,而非被动活动才能保持身体活力。 在水质有保证的前提下,建议大家多游泳,适度快走,慢跑,打太极,武琴系,门球,高尔夫等都是不错的运动。 建议五十岁以后,尽量不要打羽毛球,网球等激烈的球类运动,少爬楼梯,少登山,以免伤害膝关节,造成下肢行动不变。 长期坐轮椅者,常受者寡。 六,中身学习。 学习是改变自己的根本。 陈朗诵,慕默念,即早伤朗诵可激发阳气,晚上默念避免动气。 终身学习,能帮助了解人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,了解社会现状,对自己的生活规律有一个全面的,客观的认识,从而拥有良好的心态,进一步保证睡眠质量,大便畅通,饮食健康及活动适量。 详细 冷,热,酸,痛,麻,肿经络不通六字段。 皇帝内经记载,经脉者,人之所以生,病之所以成,人之所以治,病之所以起。 说明疾病的发生与经络密不可分。 经络通畅可交通阴阳,使机体保持阴平阳密的和谐状态,反之就容易生病。 人们常说通则不痛,痛则不通,其实是讲,在经络不畅时,人体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。 疼和痛 经络疼疼痛具有两个特点,一是在经脉巡形线上的多个部位均可发生疼痛,二是严经脉巡形线出现牵引痛,常见头痛,颈尖痛,腰痛,膝关节痛等。 以头痛为例,两侧头痛是胆经不通畅,前额痛在胃经,头顶痛与肝经密切相关,后脑勺疼痛则是膀胱经的问题。 不同部位的疼痛好发人群不同,跟人体体质等因素密切相关,如上班族,经常用电脑,手机,扶按工作,容易出现颈尖,腰部不适,脑力工作者如果不吃早餐,则容易出现头晕,头饮痛的情况。 冷 好发于膝关节,后背,胃腕 穿陆旗装的人,腹部容易着凉出现冷痛,电动车一足,膝关节容易迎风,即使戴上厚厚的呼吸也难以避免,后背是人体最容易怕冷的部位。 因此,这三个部位容易出现冷的表现,也可能冷痛病见。 热 经络不通也可能出现热的症状,如心经不畅出现心烦,手三音不畅出现手心发热等,还会导致磋疮,甚至面部轰热等症状。 热好发于上火一族,这些人一般脾气大,好生气,压不住火。 麻木 最常见于手足,舌头 手臂麻木多和颈椎部位经络不畅有关系,常见于扶岸工作者,足部麻木和腰椎部位经络不畅有关,多见于久坐人群,舌头麻木和脑部的经络不畅有关,多发于有高血压,关心病的老年人。 酸 人体肌肉容易出现酸痛,多见于平时缺乏运动的人。 做运动之后的浑身酸疼,休息一两天就会缓解,感冒初期也容易出现酸痛,这和太阳经部通畅有关。 肿胀 肿胀好发于下肢,腹部,腰部。 下肢肿胀和足三阴经有关,多发于站立工作的人群,腹部,腰部肿胀和肾,心的慢性病有关,多发于中老年人。 我们可以使用几个小方法来缓解其导致的不适感,受寒引起的经络不通,在所寻经络处进行爱酒或针刺,可缓解疼痛,热血导致的上火症状,可在耳间或手部穴位进行放血及口服清热的中药,由于滋势压迫导致的酸麻感受,可通过运动缓解症状。 详细 常吃四种菜让你多活几年 海带降血脂 海带的确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菜。 北京中医药大学养生士教授张胡德告诉记者,海带生长在海水中,是一种含点量非常高的海藻。 海带还含有丰富的粗蛋白,糖,钙等,含量是菠菜,油菜的好几倍。 张胡德指出,海带中的赫藻酸钠具有降压作用,对预防白血病和骨痛病也有一定作用,海带淀粉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,能帮助预防动脉硬化,降低胆固醇。 凉拌和做汤都是常见的吃法,不过脾胃虚寒者和孕妇不宜吃太多。 香菇能防癌 香菇是中国人首次驯化栽培的食用菌,在我国食用历史悠久,因为营养丰富,味道鲜美,被称为孤中之王。 明代皇帝朱元璋就经常食用此书,并认为他是长寿菜。 张胡德告诉记者,香菇义气不羁,治风破血和异味住时,民间则常用来治治头痛,头晕。 现代研究则证明,香菇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,降低诱发肿瘤的可能性,起到防癌,抗癌的功效。 决菜区炎症 决菜又叫做龙头菜,如意菜,是山区很常见的山野菜。 张胡德说,前几年我就大力推广过决菜,它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、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,营养价值很高。 决菜中的决菜素对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,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、杀菌清炎功效、对发热、湿疹、疮痒等病症都有一定治疗功效。 食用时,用开水抄一下可去色味。 决菜性味寒凉,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。 张胡德提示 马齿馅杀菌 马齿馅又称五行草、长命菜,在我国分布广泛,鲜食干食均可,是一种古籍上早有记载的野生家书。 马齿馅可用肉丝烹炒,也可用蛋,肉丝做成羹汤食用,鲜美可口,脆润柔嫩。 马齿馅除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糖、粗纤维脊钙、磷、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外,它本身就有很高的药力作用。 张胡德说,马齿馅含有大量去甲肾上腺素、甲盐极丰富的柠檬酸、苹果酸等,可以起到保持血糖稳定、降低血压、保护心脏的作用。 详细 五种方式延长寿命 积极面对压力 慢性压力越大,端力长度越短。 布莱克本以自闭症和其他慢性病患儿的母亲为对象展开研究,发现把压力当作挑战且能承受者,端力更长。 因为,这有助于增加心脏和大脑供血量,使皮质纯水平短暂升高,有利于减压。 沉思冥想 这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心理保健法,通过意念放松神经系统,达到提神醒脑的目的。 研究发现,照顾老吃患者的家庭成员每天沉思冥想12分钟,坚持两个月即可改善端力健康状况。 邻里和睦 布莱克本表示,情感上被忽视,环境中充斥着暴力和欺凌等,会对端力构成长期负面影响。 安全的社区环境,和谐的邻里关系有利于端力健康。 结婚,保持友谊。 一项涉及298名65、74岁老人的研究发现,已婚者端力明显比不结婚者更长。 布莱克本表示,保持长期友谊也有助于端力健康。 挣钱 收入丰厚会使端力更长,因为挣钱能让人更有安全感,减轻某些压力。